有专访 这是一篇很长很长很长的文字 放在网络上 我觉得在访认人有个耐心 在前面第一段的时候 在冲续自己的情感 去跟杰出笑语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编辑的话 可能会把在标题的步骤 可能这一座修改 先拉出杰出的笑语 这个东西 让他的副标可能会是 他里头提出一句话 就是缺乏热情 该怎么走下去 提出一个疑问点 因为这个疑问点 会是大家共同的一个 在生活里头会面对的问题 那如果先把这段拉出来的时候 会勾 可能是一个勾 大家继续阅读的一个勾子 所以会把它拿到标题 然后再进入内文的部分 然后先把那个 编辑自己个人的 自己的感受先拿掉 然后先提一下 叶大师笑语 他如何优秀 他的如何优秀的精力 然后再把他中间 为什么他 他产生了一个疑惑 所以他会如何能够到达这边的原因 他中间 其实他本来是机械 机械系是不是 所以他本来是机械系 然后后来会转成医生 这样子会有巨大的一个转折 中间的努力的过程 先把他往前提 然后文师可能会再这样的精简一点 大概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讲一下这一组分析的优点 就是说他帮这一个文章找眉毛 他已经帮他画出一个眉毛了 然后也在分析这个结构 但是大家不一定要跟他的结构走 所以下一组总编辑 请上台报告一下你的观察 刚刚他在讲的是布陈跟结构的问题 好 来 两位一起吗 对不对 好 谁来报告 我报告 好 OK 或赞或赞 欢迎来 请说 嗯 我们觉得 他的称呼上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叫叶大森校友 有的时候叫叶医师 有的时候叫叶校友 有的时候叫叶校友 然后我有点怀疑是三个不一样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毕业啊 他写零研所博士班啊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在念博士班 还是已经毕业了 还是在当医师 然后就是 真的是很奇怪 然后最大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杰出耶 他标题说他是杰出校友 但是然后从头到尾就是 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贡献 好 非常好 谢谢 有没有要补充的 OK 很好 非常好 果然是火眼睛睛 第二组就已经出现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问题 好 那有没有其他的主别有发现不同的问题的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是一个杰出校友 就是这个大哥就有 他看不出来杰出在哪 他其实就有点出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来前面再跟我们讲一下 也其他的发现 有非常好 你跟谁 因为对于校友 好像他没有什么聪明 他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毕业了 毕业了什么东西 反而搞不来听 他说他是清华的 毕业了 也不注意还以为说他是清华的校友 所以我想 因为这个标题 一个是杰出嘛 一个是校友 你要校友的话 应该稍微讲一下话 让他 比如说大家知道他 然后跟他与有同年 比如说他同期的 或者是同班 同班人 大家看到有点有那种感觉 这方面也都没提到 那所谓的杰出 当然应该是说 比如说国际的 他说什么杂志发表 是什么知名的杂志 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 或者说他的守住 什么一个成功方法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好像都没提到 所以就这个专业性来讲 或者对校友这个情感来讲 没有什么特别的发表 这我可能感觉 好 非常好 来讲出一些文章 最后的重点 那么其他总编 只要来帮我分享一下 好 来 我不用停满看 看不是很完整 就是 因为我对医生也不是很了解 我不知道什么是医医的事 好 很好 问得好 这个简称太短 都是标题的问题 对不对 OK 还有哪一位 蒋姐姐好了吗 蒋姐姐来讲一讲好不好 好 那我们帮你这个 知生姐姐 我觉得这篇文章 他写的太平补直射了 他的重点好像都没有把它提 提纲切语这样讲出来 好像觉得没有抓到重点 对 好 谢谢再次提醒 OK 你太客气了 还有其他也没有抓出来的 那我们这一组 是不是要来帮我们先讲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 来 前面请 大哥 不要客气 直接请 不要客气 要不然直接给你 就在那间 就在那间 我记得他这里面讲就是说 好像我们想到哪个地方 就写到哪个地方 好像可以把它稍微 融缩起来怎么样 比如说他突然想到考试还怎么样 当然也有讲到说 因为他弟弟的关系 然后就是促成他就去读 医学院 然后他就是作为比较 比较跟一般不一样 就是肛门、胆管、外壳这个方面 然后其他的事情就是 大概了解他是 这么一个过程来 他当上医生 他当上一个好像大家很羡慕的样子 就是 可是读起来就是好像说 突然这样这样这样子 好像一下子都冲上来 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很羡慕 也好像说 诶怎么这样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跟他 同样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居然 可以跟他一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 好 谢谢 好 非常好 他讲出了一个非常专有的名词 就是看见一个疾病如何治疗 可是这个记者 我们针对这个疾病生物发问没有 那大家都找别人的茶 都很容易 还有没有其他的茶要找 好 我们再帮我们讲一下博语这一座 要不要到前面来 好 就是看 就是看 觉得说这一篇文章就是 像大家讲 他结构比较松散一点 然后下处的结构 提到说 这个导演的部分 好像没有写的 让人家 一看就知道说这篇文章在讲什么 然后会有点 进入了看第一段的时候 都会比较有点莫名其妙 下干净 好 很好 导演 这个我就不另外教 人事实地物 就是这五个元素 是导演的要件 一句带过去 重要的是我们待会要找的另外一个实地练习 人事实地物 要训练在120的字里面讲完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大家都看见这个没有眉毛 没有眼睛 大家都包含他做过医学美容 大家的意见是他的医美 那后面大哥跟同学有没有介意 总编辑帮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办法 其实跟他在想听一下有点小意思 然后就是第一段有一个喜好去见太多次了 所以是有需要每一个区域开场都要喜好在一起 然后他的那个标减 有个问题 好像怪怪 然后句子有点冷查 有点让人家不是很想再读下去 就是刚刚也讲到类似导演 他的低端并没有很吸引人 他不如把第二段的一些经节提到前面 或许会比较吸引人 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看不出他为了轮掉到不产科 就会对这个产生兴趣 他或许应该稍微再追问一下 好 其实我们在认真看他缺诠的同时 有没有看到他唯一的优点是什么 最好玩的 最适应我来分享 是他写到他念他弟弟的医学院的课本 然后去考医生那一段 其实很好玩 那这一段或许可以就像你说的搬到前面来 好 这样会比较吸睛 那继续到底要怎么下 那是外话 我们慢慢来 不要一下给大家太多压力 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下一个分组的活动 跟下一个分组的练习 就是要去寻找你当时的热情 不管是任何的热情都可以 要分组采访哦 这是一个永远的功课 任何的课程都会有采访 所以等一下不要量量分组 可以打破现在的规范 让我最感动的是 这篇 这个记者 其实叶大森是长根 非常优秀的外科医师 手术非常好 去过日本 去过法国做研究 然后他因错养差 妇产科做不成 然后跑去做胆管手术的权威 做内事警威创 然后非常的谦虚 我采访过他 这样子 所以我找出这篇校园实习记者 是因为我也是从这个实习记者开始 那为了要帮这个记者 我们要共同都是总编辑 我们要帮这个记者 他的好的文章 可以全部录出的话 如果我是总编辑的话 我会把他第一段 放在采访后记 可是新闻绝对没有采访后记 所以这篇文章的属性 比较适合放在刊物 比方说像是周刊 或者是杂志 双周刊 或者是月刊 这样子 就是你要帮他说 什么天气好 然后怎么样 阳光怎样 然后去采访他怎样 这些都可以放到采访后记 但是这个采访后记 只是交代 就是你知道一篇文章 给我 不要只有交代故事 把字数凑好了 主题采好了 什么什么东西 而是要先感动你自己 所以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这篇文章里面 我看见热情 还有实习记者的那种 初出茅庐的珍贵之处 就是说 在一篇这样 体无完复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还可以发现一点 他那个初衷的美好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帮助回想 你之前有没有什么梦想 热情 最想做了什么事情 各位想想 你要去月空 月球旅行也可以 就是你要找回那个热情 不管是什么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热情 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五分钟 大家分组 然后一上课的时候 我要请大家开始来采访 就是分组来采访 那等一下下个五分钟我们分组 分组完之后 请你告诉我 你自己 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的名称 还有主题的人 这样子 然后还有那个热情 就是你们下 你们想讨论采访的热情 是热情 你们要定哪一个主题 你们可以去下个五分钟开始做分享 就是开始去分组 这样我们才不会浪费时间 也可以去上厕所 好不好 那这五分钟大家就分组 自己分两个两个一组 不要三个哦 除非有单数 单数跟我一组 不要故意跟我一组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会练习三十分钟 所以这个很重要 如果大家觉得采访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二十分钟 不够再延长二十五分钟 然后写作时间有二十分钟 然后分享时间有二十分钟 所以都很紧凑对不对 这个部分很重要哦 好 那我们就开始分组吧 有没有问题 对 互访 不能只有你访他 他也要访你 主题就是热情 我不要一个死的题目 我要一个两个字就是热情 就是热情 回忆你的热情 做哪一件事 或是跟哪个女生约会 或是说你的习惯 比方说你有收集可乐品的习惯 你从他第一代出现到第二代 或是收集什么弟弟猫公蛋 或是那个什么超商的碗盘 小王子的碗盘 你都可以 就是你的热情主题 你们自己去想一个 你想要讲的是什么 然后再彼此去询问 就彼此聊 可是你们彼此聊说 我们不要两个就这样聊开了 你就说 前十分钟是你后 十分钟是我 就是要有一个采访的规划 我们当分析人家文章的时候 就是开始在我们的思维里面 要规划架构 那现在我丢一个大题目给你们 你们自己要去区分 你想要讲的是什么 你要分享的是哪一个热情 比方说 等一下跟我一组的 我会想跟你说 我 背抗权威的热情 什么之类的 好 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都可以 你想移民外太空也可以 那这个一个主题是每个人分享 还是找两个谁 对比方说你跟我一起 我跟你互访 你要访问我说 我的热情是什么 那为什么是怎样 那题目自己设定 然后要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你现在又开始想 三百字就好 好不好 三百字就好 如果你觉得视频不太好 今天头头一百字就好 没关系 我的弹性都OK 但是三百字 你要写超过 你要写三万字也没关系 你要用手写 用电脑打字 用手写 那个平板这样写都可以 任何方式教导我都接受 那现在开始登组 我们现在可以两个人组 你们可以就